大家早上好,我是大海 这些烧火材呢,是我家储备今年过冬的 这一大堆烧火材啊 今年冬天呢,全部就烧进去了 看看,那个都老多了 我家乡这个烧火材的价格呢 就是我之前买的便宜,是140亿米买的 这个一米有多少呢 就是一米长,乘两米高 就是把这烧火材啊,给它码在一起 就是140块钱 现在呢,都听说涨到180块钱了 今天呢,我要干一个大活,是啥活啊 我妈家这种房子吧 它是靠火墙跟火炕取暖的 但是这个火墙子 这个烧火墙子啊 每天都烧木材和煤啊 完了导致这个火墙子里面挂的全是灰 我今天干一个大活呢 就是把这个火墙子好好给它清理清理 再过几天呢 再过一段时间呢 这个火墙子基本上是24小时就不停火 一直到来年五月份就结束了 把这个铁丝这个头啊 从这里底下呢 一直捅到烟头底下 完了来回这么摩擦 就是把那烟头里面挂那个灰呢 全部给它撸下来了 撸下来了以后 再拿那个碗或者找一个勺子 给它捆出来就行了 这个火是挺埋态的 一会儿大家看看我这造成啥样啊 像这种掏火墙子这个火呢 一般固人掏呢是150掏一回 我今天干完这活呢我又省了150 大家看看我家这个火墙子啊 这个火墙子一会儿就打几个洞呢 这块就打一个洞 这就烟头根 我说把那个工具从这儿放到顶上的 完了这块就打一个洞 我家这个火墙子吧 常年掏灰的专门有几个孔 能看见啊 它专门就有个印 完了那个床底下就打几个 我妈呢现在给它沙发上 沙发上还有这个电视上 全都灶上那个一个布 就防止它落灰 完了我妈又找了一个条子 说要我一会儿把它放在火墙里扫一扫 一会儿看看吧 这个有点好像不太好使 一会儿被你找个条 说我现在开始干活了啊 这块就行了 大家看看啊 我把这个砖给起开了 为啥说把个条子放里扫呢 看见了吗 这个所有的这个烧煤烧半子 这些灰衣茶全挂在墙上了 挂在这个砖上以后吧 它就它就不保暖了 咱们上这里面看看啥样的啊 看看火墙子里面到底是啥样的 看里面全是油了吧 这个油呢 一会儿该扫就扫掉下来这 看它挂的啊 能看见它挂的灰吗 这么看看它挂的灰吧 我告诉我 这么能看清哈 这一块 把这个全都给扫一下 全变成焦油了 一块一块的 现在开始干活 我妈要先拿这个条 把这墙上的灰衣扫一扫 扫完了以后呢 我就把这个条 放那个火墙里面去扫火墙吧 要不就条就报废了 去黑去黑的 别的地方就扫不了了 这两个洞呢 已经全部扫干净了 那底下灰一层层往下落下 现在开始把底下掏的孔给打开 看我这胳膊秀了上啊 比干它越来越多了吧 大家看见干它 我整了一个铁丝的工具了吧 现在开始放到烟通根底下了啊 就是这里面 看看我是怎么操作的 等到你们来我家乡 来生活的时候 这套都得学会了 你变成浇油了 看 这变成浇油了 这变成浇油了 这个火墙子已经全部都套完了 上面打了两个孔 这两个孔跟大家说是啥意思 就是放里面扫的 因为这个火墙子它在里面宽度 是加两层砖的宽度 一共是30厘米 实际里面去了两层砖 里面就20厘米 把桥子放里面给它扫干净了 完了这个底下就是掏灰的孔 这个掏灰的孔一共有四个 看完了全部给掏出来了 那个地方为啥掏灰孔比较高呢 那个地方是炉子 就是我家那屋炉子烧完了 直接进到这里面来的 掏了多少灰呢 掏了一共这一大四代的灰 看我这回可造的真是不像样 我让大家看看我现在造成啥样了 看看吧 造的一个干活的库了 看造的 重点 火墙子已经全部掏完了 大家看看啊 都已经磨好了 掏火墙子吧 在在我家乡这个地方吧 还算是省事的 最糟罪的呢 是掏炕啊 那掏炕就把一个炕面全部给挑开啊 那掏炕那是真是真糟罪 大家有想来我家乡来体验的吗 看看真糟罪哈 我妈呢 现在再看看哪块不行 她再磨磨 完了等到明天干的时候呢 再把这个墙呢 全部刷上就行了 行咱们明天再见 谢谢大家